各位婚宁的鄉親,大家好,我是欣欣怡 歡迎收看今天一個婚宁新聞 當時向來都處攏路,因為年久失效,海角非常嚴重 對洋路人的安全造成很大危險 立委所在君向農議會進出到一千五百多元經費 補助管理攏路改善工廷 希望讓洋路人有一個更加安全的行車環境 婚宁官來很多農路因為當年沒有來修理,總共非常壞 不少所在的路基,本家是在要不路走 對洋路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 立法委員所在婚為幫忙提升官來的農路品質 向農委會進出到一千五百六十四萬的經費 來補助部長北港當時三鄉頂的農路改善工廷 希望能好洋路人的一條安全的路 今天再去的時候,從部長到北港 現在就是站在當事處,這是復興村家 我走過的地方都看到了很久 今年大概是透過經費比較不好 因為紓困、有犯肺炎 再來就是有一些錢的時候 找到前站那裡 公共基礎的建設其實是要趕快加緊腳步 今天來到這裡看的時候,哇,這實在是賣到有夠嚴重 其實這個已經涉及到公共安全的問題 以當時從來外賣民論斷一處來說 殘旁的路是非常小條 一邊洗碗、雜草 另外一邊路機是斷了非常嚴重 路段常常有農民騎車騎到外面,非常危險 這條路在頭三年前 一些鄉親有給我歡迎 因為在經費上這算是大條錢 政府財困比較困難 我就把我們立委 麻煩立委轉到農委會 這樣也很高興 雖然我們三年以外的時間有比較長 但是總是說 因為我們的經費到位 讓我們在鄉親時代有一個 要回去一個安全的路 因為這個放了很嚴重 在經過的時候也非常非常危險 這次的經費到的經費 合併後會由雲林管政府 財政處來執行 以及九月、十月、十月之間來發報 希望能讓農民以及所有的 用路人一個更加安全的行車環境 這個經費是由農委會這邊合播下來的 那目前是合播給縣政府去執行 預定發報的時間是在九月底到十月初之間 那實際的狀況還要看縣府他們的 行政程序執行的狀況是怎樣再決定 就希望道路改善的工程 會更快完成 好用路人的安全 警告保障 既然王康山 彩虹報道